台北是一名外送员控诉 只因为在等餐期间询问店家进度 对方却因此乱给复评 担心自己会被平台停权 已经到警局备案 不排除提告侵害工作权 而这样的状况也引起网友讨论 有人觉得提告会不会太小题大做 但是也有人力挺捍卫自己的权益 实际询问外送员 他们也说遇到店家或是客人给复评 只能够盖瓜承受无法平反 严重的话还会被停权 实在很无奈 廉价期间外送员还是忙着接单 在大街小巷送餐点 但就有外送员控诉 自己只是询问店家 餐点还要等多久 竟然就被对方给复评 没有办法就是实际的 跟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 做一个反应 所以客人或是店家说怎样 我们就是必须承受 但是我们现在就没工作 然后我们唯一可以生存就是这个 台北市这名外送员 PO出三连单控诉 在外面等了25分钟 走进去客气询问进度 这时刚好餐点拿出来 店员请我出去 结果取餐时秒给复评 担心会被平台停权 店员承认给复评又不讲原因 只好到警局备案 不排除提告侵害工作权 外送员的态度 或者是店家的态度 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要问 是因为系统会一直跳通知 说还要多久 不过网友看法两极 有人觉得这也要提告太小题大做 警察做笔录时一定很傻眼 但也有人力挺 本来就该捍卫自己权利 口气不好是一定有的 大家都是在餐期要才会肚子饿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来 我们也是特别忙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吹的话 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 律师提醒店家如果给外送员 不实负品 可能涉及刑法的诽谤 或是公然侮辱 外送平台则说 要是和店家有纠纷 建议外送员马上回报客服 进一步接套厘清替自己争取平反忌讳 接下来到明州台北采访报道